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arm 1的 Chapter 2 Factors & Multiples 在这个video里面我会讲Factors Multiples Common Factors Common Multiples 还有就是 HCF L CM 就是HIGHEST Common Factors 还有LOWEST Common Multiples 我们会用传统的方法去了解怎么样找 再用一些Algorithm Method 就是一些比较复杂一点的 可是老师会比较想要你用这个Algorithm Method 第一个Factors & Multiples Factors就是因数 Multiples就是倍数 其实很容易理解 就是Factors会越变越小 Multiples可以一直在变大 就好像在乘2乘2乘2这样 举个例子 比如说如果我问你Factors of 12 跟Multiples of 12 我要两个一起讲 这样你就会看得到那个分别 Factors of 12 就是12可以被什么除呢 12可以被逆除 当然 所以所有的号码都能被逆除 还有被自己除 所以1还有12 就是12的其中两个Factors 那么除了可以被1除之外呢 它还可以被2除 2、6、12 也能被6除 被3也可以 12除3等于4 所以我写的时候呢 当然你在考试的时候 你不能用这个方法写 1、12、12、2、6、12、3、4、12 这也是比较快的方法 你不会miss掉任何一个 如果打个比喻 如果你是这样写 1、2、3、6、12 你会不自觉的miss掉一个号码 4不见了 我就是说 如果你是这样以横式 linear的function这样子写出来的话 你有可能会miss掉其中一个号码 尤其是如果那个号码很大的话呢 so 用我这个方法呢 你不会miss掉 但是呢老师还是想要看到你 把答案写成这样 ok so 这个就是Factors of 12 再举个例子 如果是108 这是比较大 所以一样呢 我第一个号码是先写1 还有108 然后我再看一下 可不可以除2呢 可以 108除2 54 3的话呢 也可以 36 4的话呢 也可以 27 5的话不能 6呢 6也能 我就一个一个try 6 18 7呢 7呢 8 9 可以哦 9 就12 ok 没有了 10 11 就到12了 ok so 这一个方法呢 可以帮你 不会miss掉任何一个factor so 可是你还是要把它重新写过 要写都号哦 这个 12 18 27 这个 36 54 108 ok so 这个是factor 那么如果 是倍数 multipals呢 12的倍数呢 很容易 12 24 就是一直在加12 36 48 60 and so on ok 所以这个是12的倍数 它可以到 infinity 所以倍数呢 可以到很大很大的 ok 比如说108的倍数 就是108 然后就216 再加108 324 再加108 432 and so on so 这个是倍数 multipals 还有factor multipals呢 你不会miss啊 所以我觉得factor呢 你要小心一下 因为有可能你会miss 尤其是像108这样子的号码 你少了一个的话 都会错 ok好 下一个 这个我要讲的是commonfactor 还有commonmultipals 就是相同的因素 或者是相同的倍数 ok 相同的因素跟相同的倍数呢 就打个比方12 还有36 他们相同的factor有什么呢 so你首先呢还是一样 你要先list完所有的factor 三四六二十二 ok 36呢就是一 三 六 还有什么 66 36 三乘十二 三十六 看到吗 已经miss了两个 用我这个方法的话 刚才我讲过 如果这样子写出来的话 你会不小心miss掉 我少了一个四还有九 四 四 六 六 六六三十六 九四三十六 三乘十二 三十六 一乘三十六 一乘三十六 三十六 三十六 ok 这样子double check一下啊 ok 六六三十六 ok对 相同的factor就是 所以我list完这两个 十二还有三十六的factor 这样我们就找出他们的共同点啊 一就是他们的common factors 三也是他们的common factors 四也是他们的common factors 六也是十二也是 所以他们的common factors 一 三 四 六 还有十二 ok 这样如果是common multiples呢 也是一样的 十二 三十六 十二的multiple 十二 二十四 三十六 然后还有 还有很多啦 像三十六呢 第一个是三十六 七十二 一百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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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of 12 and 36 so其实你找到第一个 first 是什么 36 这样second 就是36乘2 72 这样如果他问你third的话呢 third common multiple就是36乘3 108 这一个将会是第三个 common multiples of 12 and 36 第四个的话就36乘4 and so on so在这一边呢 multiples的题目会比较难 ok 好下一个 highest common factors 还有lowest common multiples so这一个呢是考试会长出的 而且问题 通常会比较难的 kbud的题目都在这一边 so highest common factors 比如说我说这个 12还有36的 highest common factors ok 我们如果用传统的方法呢 就是一样的 利算所有 所有的这一个 factors出来 ok 先利算所有先啊 就是12 18 ok so利算完了过后呢 再找出他们的 common factors 而现在你要找的是最大的 highest 好 你看下最大的common factor是哪一个呢 12 这些都是factors 问题是最大的common factor是12 ok so 他的answer就是12 那如果老师叫你做的话 你 通常是不要你用这个方法的 通常会要你用这个 algorithm method 12 36 algorithm method ok so他要你找出他的 highest common factor 很简单啊 在algorithm method里面呢 你在这个格子要写的号码 这一边啊 一定要放prime number 通常不是放2 就是3 就是5 这个可以除2 我就放2 12除2 我过去就是6 18 再除2 3 9 ok 这样子3和9可以除什么呢 3 1 3 ok 这样除到来这边的时候 你发现哦 1还有3 它们就没有共同点了 我再重复啊 12还有36呢 可以共同的除2 6还有18呢 可以共同的除2 3还有9可以共同除3 1和3不能共同除同一个号码 所以就在这边stop了 ok 然后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就是2乘2乘3 ok 就是你的答案 2乘2是43是2 所以其实 它跟我们上面的这一个 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 传统的方法 你list完出来 你找到最高的common factors 但是如果你要用这个algorithm method呢 你除到它们不一样的号码 不能再用相同的factor 来除的时候 你就要stop了 ok 这样 可是有学生问 为什么要放 223 为什么我不要一次过放一个12呢 format来的 ok 而且很危险 最好不要 ok 就放这个prime number 好 下一个我要讲的是lowest common multiples 换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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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 4,8,12,16,20,24,28,32,36 这样9的话呢 这些都是multiples来的 如果是9的话呢 是9,18,27,36 看到吗? Lowest Common Multiple 也就是说他们第一个相同的倍数 4和9 第一个相同的倍数是36 12还有36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是用传统的方法 就是你把所有的multiples list完出来过后 看到他们第一次相同的 这样你就圈起来 那个就是他们的Lowest Common Multiple 但是呢 如果我们用传统的方法 老师有时候不给了 老师会要你用这一个 Algorithm Method 比如说4还有9 记得 Algorithm Method用的呢 都要用Prime Number 首先我用2 这个不跟刚才我讲的 HIGHEST Common Factor是不同的哦 所以这个如果有两个不一样的 我们还可以除的 比如说4可以除2 变2 9不能除的话就Stay了 9 我再除2 2变成1了 9还是9 再来3呢 9就变成3 再来3 3就变成1了 所以现在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2乘2乘3乘3 OK 2244 312 12乘3 36 OK 所以这个就是 Algorithm Method找到的36 OK 所以这是Algorithm Method 就是说 在LCM里面 Lowest Common Multiple里面 你要把所有的东西 除到变1为止 然后你不用Stop了 除到它变1 但是你要记得 全部用Prime Number OK 比如说12还有36 我也可以再做一个Example 12还有36 12 36 OK 可以的 除2 除了2就是6 然后18 再除2 3 9 除3 1 3 再除多一个3 1 1 So 它的答案也是一样 2乘2乘3乘3 36 OK 这个就是用Algorithm Method 我去solve这个LCM 还有HCF